大家好我是小阳 你们知道什么20手机千万不能入手吗 比如那种阻挡机ID机炸弹机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坑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接着想要带你们揭秘一下 我们先来说说什么叫做扩容机 顾名思义就是更换过硬盘的一个机子 比如小阳想像这一台 本来原始的内存就是128G的 它一下通过扩容直接变成1TB满配的 为什么说扩容机不值得入手 因为这些通过扩容的机器 它会出现那种焊接不牢的情况 如果说你不小心摔了一跤 或者是磕到了边边角角 它都有可能导致这个机器不开机 或者是无限重启 所以为什么不推荐 你们明白了吧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这种ID机 什么叫ID机 就是它有一个原始的账号在里面 推不掉的 这样的手机既不能还原 也不能更新 也不能升级 如果一不小心你点到升级按钮 很有可能就是一直在激活页面 ID的界面 因为你不知道密码 你永远都进不去 那么直接变成板砖一块 还有第三种的话就是那种组装机 都是通过那些三无的零件 组装出来的一个机器 这种手机你真的能用的安心吗 像里面那些零件的话 主板可能都是存在一些暗闭的 如果说你是那种喜欢玩游戏的 可能你玩着玩着 机器直接给你烧起来了 还有关键的一点 千万不要相信某些评论区里面 主动私信你的人 因为这种的话 他们很有可能会卷款跑命 大部分的绝大多数的都是骗子 所以一定要找靠谱的商家 比如说像小杨这种的 有自己的公司 有自己的仓库 他们才能安安心心的用好机 对 我们想吃